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7号 在中美紧张关系下,中国仍是西方咨询公司的一个大蛋糕 尽管美国对华的限制日益增多 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也更加保密 但西方咨询公司和审计公司对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2017年签署了数以千计的合同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像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Coopers和波士顿咨询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Firm这样的公司虽然获准在华经营 但开展业务却如履薄冰 近年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经济活动实施了更严格的保密措施 一些西方咨询顾问被询问和拘留 这些公司还与被美国视为敏感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 有业务往来 上个月,中国有关部门对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Coopers 处以6200万美元的罚款 并勒领其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 原因涉及该公司对恒大集团处于中国地产 暴风野的中国公司的审计 但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合同 在这项审计工作进行的同时 普华永道另一家在华公司获得了一份 与新疆地方政府签订的价值20万美元的合同 而美国指责新疆存在着侵犯人权的行为 据一份合同表示 在美国政府试图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取得进展的同时 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签订了一份价值约50万美元的合同 在北京市政官员提供建立AI中心的咨询服务 招标文献显示 北京西部的钢铁厂区石井山区的官员 要求波士顿咨询公司拥护共产党的原则 这样才能接下这个项目 为咨询行业提供建议的 Kindy Intelligence今年发布的一项目 分析报告显示 2017年至2023年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也就是并马威 KPMG 普华勇道 安勇 Ernest Young和德勤 以及麦肯锡 波士顿咨询公司和贝恩 在中国的咨询业务收入增长了53% 在所有地区中名列前茅 这些西方公司在很大程度上 经过通过一种独特的架构 来应对中西方日益紧张的局势 在这种架构下 西方公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业务 由法律上独立于总部的当地团队 配备人员并运营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采取的是一种 特许经营模式 各国业务在合伙人之间分配利润 但要向全球总部支付许可证 和其他费用 并共享技术品牌和知识产权 经过这些招标文件公司新闻稿的查阅 这些公司为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 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2017年以来签订了大约数以千计的合同 华尔街日报调查发现 其中至少100份合同 与受美国制裁的公司的子公司 或者关联公司签的约 还有几十份合同是与美国认定的 与中国军方相关联的公司签订的 上述这些制裁禁止美国投资 制裁到中国公司 但是不影响咨询业务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为代表以客户保密为由 拒绝回答相关合同的问题 波士顿咨询公司表示 该公司拥有强大的风险和合同的规系统 来确保我们的工作符合我们业务所在过的法律 并表示该公司的当地团队将拥护政党的原则 要求是为尊重当地法律的必要条件 浦华永到中国表示 该公司所有的工作均按照所有适用的法律进行 安永避马这些德行的中国部门 以及国务院监管的国有企 也对这个报道均没有置评 然后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表示 美国的制裁范围有限性突出 显示出华盛顿一方面试图通过信息宣传 来处理两国间的战略竞争 只对令人担忧的中国公司采取小规模行动 上个月拜登政府提议 禁止美国道路上的汽车 使用中国的硬件和软件 但对一些公司来说 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合作所导致的紧张局面 以促使他们重新调整中国战略 麦肯锡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已将在华的业务重点 转向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 麦肯锡此前因为在新疆举办团建活动 并运营一家为中国政府提供国家规划建议的智库 而受到了审查 你对这事怎么看呢